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行情回顾 在我们讲课之前 我们知道这几天 中国的国内发生了非常翻天覆地的一个事件 就是我们尊敬的袁隆平院士 我们知道袁隆平他是中国的杂交水道之父 中国的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 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他在前天的13点07 在湖南长沙实施 那么他的遗体 在今天上午10点在长沙进行了火化 那么这两天大家翻开您的手机 打开您的微信 打开新闻的网站 铺天盖地 全是袁隆平院士的相关的报道 相关的新闻 袁隆平的事实震动了社会各界 虽然元老有丧事从简的遗院在前 但是仍然有大批的中国居民 尤其是长沙的居民去调研 那么在昨天的下午 中共湖南省省委书记 受习近平主席的委托 也专程看望了袁隆平的家属 那么在这里我们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诗词 来悼念这名老先生 喜看道书千从那 遍地英雄下吹烟 这两句诗词是毛东到韶山的两句 是千古的结局 来形容袁隆平老先生 是最恰当的过程 我们能为社会做事 我们能为客户做事 在元老事实际 我带着这两个问题想之再三 我想到了一只股票 什么呢 大家来看他的走势图 大家看到这是股票了吗 隆平高科 这是他的分式走势图 今天一上午 九点半开盘 马上涨停 随即马上打开涨停板 震荡下行 到收市的时候 只涨了百分之三点三四 这是这个股票的日开限度 这个软件 凡是每一个炒中国A股的人都很熟悉 大智慧 这个股票 以前的走势怎么样 这是这个股票 这是这个股票以前的走势 原老的威望的尊敬有关系 连习近平总书记都派湖南省委书记去慰问家属 哪有不打得到 但是由于前期的抛盘太严重 这个股票 今天走出了一根长阴线 下一步 这个股票会怎么走 那么这个股票 首先我们要搞清 它跟袁隆平 认识 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它是什么样的关系啊 这个股票 它不是袁隆平 用个人的家族资产 它说白了 是一个国家 国有资产 吃股之银 那么这个股票呢 在上市的时候 就引起了股民的注意 1999年6月30日上市 上市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 很多油资都去炒他 为什么 隆平高科 平的隆平这两个字 难道就不足以让人敬畏 我们来看 这个股票 为什么我们说 它是一个 国家吃股的 一个中资股子股票 它是最早 由湖南省农科院 作为主发请人 邀请了 联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湖南东方农业 产业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 长沙 现代化研究所 和湖南 陈州市 种子有限公司 发泄了这样 这个股票 这个股票 现在是中性农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在控股 控股了16.54%的股权 作为中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 上一期单位 中性集团 还通过另外一支手 深圳市 信农投资中心 持有了3.2% 那就是 控股股东是中性集团 中性集团是谁控股 谁是最终的控制人 财政部 所以说这个股票 是国字头的股票 大家把它搞清楚了 不是袁隆平老先生一个人 不是他 那袁老先生占了多少股份呢 我记得是1.36% 当然现在他实施 这部分1.36%的股份 怎么样来抛售啊 这是一个 让人一个比较 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隆平高科上市这20年 是松起云的20年 为什么 因为 他从一家明鉴精壮的种子公司 到疫情前 成为了全球十大种子企业 从以前的水稻种子 蔓延到了转机型开发 小股种子 玉米种子 蔬菜种子 和巴西玉米种子 种种的这些种子企业 这个股票 由于我们在澳洲 没法去买卖 有人说 余老师今天讲的农品高科 我要马上去买 对不起 你在澳大边买不着 只有把你的钱 换成人币 换成人币在国内的企业公司买 所以我们今天 就不做长篇幅的重点介绍 这个股票 未来会怎么走 首先 稻种 和玉米种子 它的毛利率是在不断提高的 而且隆平高科在巴西项目的盈利 正在丰厚 所以说它的EPS 在2021年 我们估计会达到一毛七 2022年达到三毛一 2023年达到五毛一 由于公司在国内的种子行业 是垄断的龙头地位 我们认为对于这样的龙头 给出40到45倍的P的估值 比较合理 那应该对着什么 20块4到23块的这样的股票 在中长期走势 那么这个股票今天是 不到18块钱 应该是未来 有一段 航情可期 那么对于龙平高科 原路平业势 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下一步 我们来讲一下 上周的市场行情 和本周的投资品种展望 我们爱托斯的分析师 Jason 在前两周 向大家推荐了六大交易品种 我们今天也会推荐 我们今天也会推荐六大交易品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 招来韩语 招来韩语 晚来风 金秋落花 雨水红 这是五代著名诗人李毅的绝句 放到这里是什么意思 招来韩语 晚来风 黄金跟原油 是永恒的两大市场交易主题 黄金的韩风 韩语 自去年的8月6号就来了 在创出2074年的新刀之后 黄金便一决不振 这一段时间 近一段时间 它稍微有点强 晚来风呢 另外一个投资主题 原油 由于受最近一和协议谈判的影响 而畏缩不起 受印度疫情爆发的影响 而畏缩不起 所以什么 招来韩语 来风 那下一句什么意思 金秋落花 雨水红 现在是 五月马上就进入六月了 是澳大利亚的深秋季节 这个秋天 这个美丽的投资花朵 落到哪一家呢 我们应该投资谁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诗 告诉大家的道理 所以说 我们今天是会市专场 我们会讲六大交易主题 那么在讲六大交易品种之前 外汇市场 外汇市场 上周给大家留下了哪些谈念 除了袁文平院士刷屏 从扑天盖的新人之外 上一周 夺人眼球的是什么 比特币呀 比特币不只有一个港二线的眼球 而是好几个港二线 首先在五月十八号的时候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中国银行协会和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联合发布公告 公告什么 认为比特币 不是真实的货币 不应该也不能作为货币来使用 而且这个声明上还说 比特币价格的上升是一种投期行为 这不是赤裸裸的杂谈吗 所以说 这个声音披露之后 比特币崩了 我们来看比特币的走势 现在是36692.50点 现在是36692.50点 我们来看比特币上高 走得多么的犀利啊 一根大阴线 那砸的人 崩牵欲裂的是这样啊 来看 这根大阴线 那这是一个啊 好 那么另外一个 除了中国的金融三大协会 发表这个身份之外 中国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我们叫金融委 金融委是中国金融监管当局最重要也是最高级别的委员 他的主任是由分管金融的副总理来担任 现在是谁啊 刘鹤 习近平主席的大卢人 红到什么程度 连习近平去参加南海舰队的三艘军舰入列 都把刘鹤带上去 刘鹤是搞经济的副总理吗 把他带上去 这种 关心有加的就是太多 那么刘鹤作为中国监管的最高的官员 他在5月21号讲了 要打击比特币的挖矿和有关的交易 那么这种打击比特币的挖矿和交易的行为是有利于保护中国金融体系 比特币雪上加少 那么第三个梗 也是在上一周 谁啊 马斯克 也来砸盘比特币 马斯克是怎么样砸盘比特币的 首先特斯拉 马斯克是CEO 曾经接受了比特币作为数字货币买车的付款 在上一周 马斯克把这一项 内容给叫停了 那么这个消息一出 比特币价格随即闪崩 但是马克斯斯这个人很有意思啊 他忽左忽右啊 在5月21号 有网友问他 因为马斯克买了很多的狗狗币 问他是否你会出售狗狗币的时候 他说我没有也不会卖出狗狗币 那这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又 扶持狗狗币啊 所以说狗狗币先跌后涨 然后又跌啊 跟马斯克的言论 非常有关系 狗狗币在上周回升到了0.49美元一枚的这样一个水平 好 这是上周的第一个新闻 上周的第二个新闻是中欧关系出现了 我们知道 由于新疆少数民族的问题 中国跟欧盟在3月份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双方都互相进行制裁 那么北京对部分的欧洲议会的成员和一些学者 智库人员进行了反制裁 这个呢 也影响到了欧元的会议 上周最重要的事件 是美联储的FOMC的会议 那有的朋友可能要问 FOMC是什么 FOMC呢是美国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费 它在这个委员会下面是隶属于美联储 主要任务在于决定美国的货币政策 比如说加息啊 推出Q1啊 国债逆回购啊 那么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控来达到经济增长 物价稳定的这样一个问题 FOMC的会议就是美联储最高的会议 FOMC的会议纪要就是美联储重磅的文件 所以在5月19号 在上周 美联储公布了2021年4月份的会议 这个会议纪要很纠结 这个会议纪要很纠结 为什么很纠结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些 大家就会明白啊 那么首先会议纪要透露出了一些鹰派的信号 那么许多官员谈到了削减量化 削减量化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可能会转向 而且一些官员表达了对高通胀的担忧 高通胀是什么意思 意味着美联储要加息 既削减Q1又要加息 美联储要应该 别急 他下面又说了 他又说了什么呢 他说美联储认为经济远离达到目标 在取得十几年之前 要进行有一些调整Q1的措施 这又是什么 什么措施才能加快经济的上调啊 降息啊 Q1啊 刺激经济 刚说了 我要缺减Q1啊 我甚至对高通胀的一个担心 马上就来了 我又要降息 我又要对经济实质性的表示一定的担忧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别急 别急我们再看下面的啊 下面的还有啊 F1C会议机啊 那么美联储的员工对通胀预期大致不变 认为通胀上升是由激素效应等短期现象 禁止一样维持在2%左右 然后将会放缓 但是还是有几位官员 对通胀表现了担忧 将通胀风险提高到不受欢迎的水平 这不自己来源去说吗 大家看他想说什么 前后矛盾 那有的朋友说 难道美联储没有语言比较大能力吗 非呀 我93年开始干南非交易员 90年参与工作 93年的美联储主席是格林斯班 大家看看格林斯班他的讲话他的演讲 比这样自相矛盾的声明要厉害千百倍 什么事情 反手说一遍 逆手再说一遍 一个事情绕了18个班给你出来 市场都绕猫了之后 为什么美联储要这样 因为他要引导正确的投资者的预期 大家想一想 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有时候是国家经济 货币政策的真正目的 和公共的预期 有时候是相互矛盾的 所以美联储既要实现货币政策的真正目的 又要引导公众对美国经济 美国货币政策预期 他只有这么绕过来 有什么绕过去 看似很矛盾 所以说美联储主席很难打 央行行行长很难打 中国央行前任方长周小川 那说句话也是这个风格 绕过来绕过去 一句话讲个七八遍 不能这么讲 又绕了一个意思 同出一场 央行行长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说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句话 不要看美联储说了什么 要看他做了什么 不要揣测他的意向 要看他的货币政策的目的是什么 美联储做了什么 2020年12月份 美联储开始taper 编辑收集美国的QE 这是他做的 要看美联储的决策意义是什么 美联储的决策意义是什么 现在有两大依据 以前疫情前 主要是控制通貨膨胀是主要的目的 现在呢促进就业 对于最重要的依据 第二是什么 控制通貨膨胀 这就是为什么 上周 美国的初请事业经营人数 创新机之后 波及到了美联储 周四 5月20号 公布了接着到5月15号的初请事业经 什么叫初请事业经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老事业的人 你第二次申请事业经 或者第三次事业经 不算 所以你第一次去申请事业救济金 这叫初请事业经人数 这个人数呢是上周呢是增加了44.400 这个成绩呢是2020年3月14号以来的一个最技术 所以我们来看上周四这个结果公布之后 我们来看美元指数啊 大家看 上周四公布了之后 周五电视外拉出了一个中央线 那么这里面的逻辑是什么 美国就业率好 美联储可能提前提出QE 甚至提前可能加息 美联储对这QE或者提前加息 对美联储有这种原因 是这样一个传统的链条 我们来看上周的另外一个热点 是波折的油价 油价在上周 都让人瑟瑟滑倒 这是上周的油价 上周我们看 有三天拉出了大红线 大银线 星期五一个阳线 今天一个阳线 什么原因造成了 钢油起色的原油 暴跌了三天 什么原因 因为 伊朗核心意谈判 出现了重要的事 我们知道 美国为了控制石油 美国的逻辑是什么 谁控制石油 谁就控制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 所以说美国在控制石油 控制油价的地下全上不宜于理 中东的主要改成国 除了伊朗全都是他的盟友 像科威特 沙特拉伯 伊拉克 都是他的盟友或者傀儡 所以 只有一个国家 在中东跟美国对着干 谁啊 伊朗 我们知道 伊朗 他的一个目标是 至于拥有核武器 所以说 围绕了伊朗 让自己的核武器问题 美伊之间展开了强实践的一个教育 美国现在对伊朗进行制裁 那么在俄罗斯等国家斡旋下 美伊近期就制裁问题开展谈判 尤其是中国 访中国外卫部长王毅访问了伊朗 从伊朗签署了合作协议 刺激了美国 而且中医贸易的结算货币由美元改成了人民币 当时美国就放出风来 要对美国解除伊朗 要对伊朗解除制裁 如果美国对伊朗解除制裁 世界的石油的供应量 会每天增加200万吨 这就是为什么 油价在上周下跌的原因 好 那本周我们有哪些看点 我们这六大交易品种 又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来看啊 首先 我们来关注的交易品种第一 是澳元对美元 澳元对美元 这给大家熟悉是吧 澳元对美元俗称AUSIE 是大家 最耳熟能详的货币队啊 那么它的日交易量呢 是占据了外货市场的6.8 在全世界的外货队当中排名第五 那么澳元对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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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我们这周 所要关注的这样一个走势 首先呢 澳洲的疫情 在全世界 是控制比较好的 那么目前 正在有序的接种疫苗啊 先是50岁以上的人 打了阿斯利康疫苗啊 然后现在是40到49岁的人 打了辉瑞的疫苗啊 那么更多的是呢 澳大利亚经济没有受到太多疫情的负面影响 在顺利的恢复 尤其今年啊 去年我们知道 它负增长1.1%的这样一个水平啊 那么今年EU呢 澳大利亚对外出口的总额是 1387.32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28.1% 那么今年第一季度澳大利亚实现了贸易顺差 151.75亿美元 增长了30% 那么澳洲联储 我们知道 以前 也是盯住CPI 为主要货币政策决定依据的一个国家啊 那么美国是盯住PCE 它是盯住CPI 那么但是在疫情之后 澳大利亚效仿美国盯住失业率和CPI 那么 在 4月份 澳大利亚的失业率 是从 2020年7月份的7.5% 7.5%是什么概念呢 是22年来以前的一个最高点啊 降到了4月份的5.0% 那么澳洲联储预计 在2022年 澳大利亚的失业率降低到5%以下 澳大利亚的失业率降低到5%以下 那么澳与此同时 2021年到2022年度的经济增长率 也会从3.5%上调到4.25%这样的水平 那么这个经济形势和美国面对的经济形势要好很多 也就是说澳洲经济和美国经济都在复苏 但是澳洲在经济复苏的过程当中 它是复苏的比较好 那么有没有利空澳元的因素 有 首先 澳洲联储将澳大利亚的官方利率 就是现金利率 所以 维持在0.1的这个水平 在2023年之前 不会改变 如果美国有一天推出QE了 甚至美国开始加息了 会对澳元对美元的会列有负面的一个影响 澳元对美元的上涨 还得益于国际铁放石的走势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铁放石的走势 大家看惊不惊人 这是国际铁放石的走势 国际铁放石的走势是在2020年的4月份 是63美元一吨 这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价格 我移民澳大利亚之后 尤其是进入艾特斯工作之后 每天都要看看澳元 经常要看看铁放石的一个价格 这几年比较正常的铁放石价格是 40美元一吨到60美元一吨 所以说呢 去年的5月份 从60美元 63美元一吨开始 铁放石开始一路狂涨 涨到前段时间涨到了226美元一吨的高年 这是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 有人说余老师你为什么用到了匪夷所思 大家知道澳大利亚的铁放石三巨头 它生产一根铁放石的成本是多少才知道 FMG是单独生产铁放石为主的这样一个三巨头 它的C9的生产成本只有14.1美元一吨 它的生产成本是14.1 卖给你中国卖226 大家想让它赚多少钱 FMG去年一年生产了5000多万吨铁瓦石 B科比拓生产了1多吨铁瓦石 Reno Tino生产了6000多吨铁瓦石 这是什么财富的略夺 那有人说难道中国政府就不反制一项了 不是不反制而是没法反制 因为铁瓦石是一个卖方市场 就是卖方有定价学 大家可以看到中澳关系紧张 中国进澳大利亚的牛肉 奶酪 红酒 煤炭 但是就是不敢进铁瓦石 而且澳大利亚政府在中国的台湾部 把铁瓦石当成的一个武器 你要进火的铁瓦石你要搭配 搭配牛肉 搭配奶酪 搭配什么 大家看这个铁瓦石 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backing power 所以说这个是对澳元汇率 非常有利的一点 但是近期我们也注意到 大家注意到这个屏幕 那么这是什么呢 近期它的价格有所回落 我们看这一段时间它有所回落 那么有所回落 但是我们认为 铁瓦石从广义价格来讲 它能保湿在200每吨以上去 为什么你有这么有信心 因为国际两大铁瓦石出口国 巴西 巴西主要靠什么 淡水河谷 它的矿山巨头 淡水河谷因为溃坝和新冠疫情的原因 它要恢复产能要两年左右 所以在2022年之前 国际铁瓦石的价格可能维持高价 这是另外一个对澳元对美元汇率 有利的这样一个因素 好 那么接下来是否有一些不利的因素 有 像中国发改委宣布的无限制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 那么 除了铁瓦石之外 澳大利亚商品对中国的其他商品的出口 就等于雪上加霜 但总体上我们来看澳元呢 它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 我们来看澳元对美元近期以盘整为主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它的高点是在0.8018这样一个水平 那么我们认为澳元对美元走势 短期仍然会以震荡上清为主 这是第一个交易品种 第二个交易品种叫美元对家元 这是美元对家元走势头 大家看了之后是个什么样的变化水平 我们再给大家拉低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美元太惨了 家元不断的升值 美元在不断的贬值 一个羞泳红牌的下跌浪潮 为什么美元对家元 走出这样一个措施 美元对家元外负质市场叫卢尼 卢尼是家元硬币上的一种鸟 家元是商品货币 澳元是商品货币 石油和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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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石油 如果我们看一下它的长期走势 我们看周开线图 这是日开线图 从15美元一桶 涨到现在的70美元一桶 最近虽然有所回落 但是整体成声势 而且 原油 原油以后还有可能再涨 这是家元 为什么会上涨的原因之一 加拿大 有一个不利的因素 是它有80%的出口 都出口到了美国 它的经济是外向型的经济 所以说如果美国经济不好 加拿大经济也会难以独善其身 但是美国的经济在缓慢自速 这就是有利于家元的另外一个原因 那么 家元升值的直接始作勇者 是加拿大银行 就是我们加拿大的央行 他在4月下旬表示 把资产购买的规模缩减1 4 那就是什么 缩减QE 缩减科技本身对家元有促进账 而且家元 加息的时间可能会提前 那么这使得澳大利亚银行 在全球的主要银行当中 成为首个缩减购债规模的一个银行 中国是首个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银行 那么加拿大银行是首个实现缩减购债规模计划 目前 加元的基准率是在0.25的一个水平 而且加拿大的银行 提高了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预期 预计 预计 加拿大的GDP 在2021年会增长6.5% 这个成绩单比美国要好太多了 如果实现了 会对家元有极其的一个影响 那么另外一个是 加拿大出口的主要是原油、木材、金属 这些产品的价格正在大幅度飙升 是 加元坚挺的另外一个因素 那么加拿大第一度的对外出口商品总统 上涨到了1156.2亿 同比增长了11.4% 加元的利空因素是什么 一个是加拿大现在疫情控制不是非常的稳定 比如说5月17号 加拿大这一天新增了新冠确诊病人是5526例 如果长此以往 家人的汇率会受到严重影响 那么在这么一个强行增长下 有统计数据表明仅有3.8%的人 加拿大公民愿意注射新冠疫苗 这也对家元有负面影响 那么下一步家元会怎么走 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 如果不出现意外情况 家元对美元会延续 震荡下行的这样一个走 也就是家元会升值 美元会贬值 好 那么第三个我们推荐的交易品种呢 是英镑 大家看英镑 英镑大家看到近期是个什么样的走势 我们打开他的周固看一下 大家看 自从英镑成功脱欧之后 英镑对美元一直是英镑在升值美元在贬值 英镑现在是第五大经理体 英镑对美元是主要的世界交易货币啊 比澳元高一个名次是全世界排名第四 那么我们知道英镑的央行是英格兰银行 那么下一步英镑有哪些利空跟利端因素呢 第一个由于新的疫情之后 英国经济强劲复苏 使英国曾取得了近70年以来最好存在 英格兰银行认为 英国会在2020年实现GDP增长年率是7.25 非常经济的产生 那么CPI增长的是2.5% 也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数据啊 那么独立数据是什么 或者说值得考究的数据是什么啊 首先呢英国不同于加拿大 英国已经有32.2%的人口 完成了疫苗的一个接种 使英国控制疫苗有了强有力的这样一个背景啊 那么受人瞩目的英格兰问题 苏格兰公同问题啊 那么苏格兰公同呢被认为 现在大英认为有35%的可能 苏格兰会 退出 英国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英国经济的会有不利的一个影响 我是在英国读的风险管理硕士 在英国什么地方 在格拉斯哥 苏格兰第一大城市 那么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有一天我走在马路上 一个白人来向我问路 我就指给他了 这个白人呢是个老头五十岁啊 可能看出我是个外国人啊 他说你是不是来源于中国 我说是 他马上下网发表了一篇 慷慨激昂的一个陈词啊 他说 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所有的战斗当中 所有的历史战斗当中 英格兰都剩了 苏格兰都败了 他说我们现在就形容在国外 一怒哈哈直笑 所以说大家去了英国才能感动呢 苏格兰独立 是影响英国经济 英国社会本境 非常纠结的 那么这是苏格兰独立啊 另外一个对英镑有影响的是呢 就是英国政府 英格兰银行 对现在的英镑的几率率0.1啊 没有什么加息的这样一个计划 如果美联储再生QE 或者美联储有 英派的言论传来 对英镑会有福利的影响啊 那么总而言之 我们认为英镑的中期走势 会延续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格局 好 第四个交易品 这是我们几乎最熟悉的 什么黄金 我们看黄金最近有了一些起色 从2074我画鼠标这个地方 到最近一直涨 涨到了1890 从1676涨到1890 有一些起色 那么什么原因促使了黄金的这样一个上涨 黄金的上涨是反而可以持续的 这个问题比较纠结啊 我们说 1971年以来的历次的黄金的上涨 和常常伴随的经济危机 战争等这些负面因素啊 我们标的1970年到现在金价的一个走势图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次危机 像第一次石油危机 第二次石油危机 引发的金价的暴涨啊 伊拉克危机 引发的金价的暴涨啊 科技网泡沫的破裂 四代危机和美国主权信用性的下调 新闻疫情的爆发都引起了黄金的一个暴涨 那么在实际的我们的操作案例当中 实际率的变化是黄金的长期定价之锚 这个什么意思啊 就是美元的实际率是正式负 是什么水平 他决定了金价的一个走势 我们知道现在 美国十年期的国家的收入率 不到2% 但是通货膨胀 可能是2% 那这样呢 美国的实际率呢 可能是负的 现在是负的 0.7%到0.8% 那么如果 美国的实际收入率是负的 0以下 往往会引起金价的一个上升 在升级率往下走的过程当中 金价往往往上 那么这个图呢 是我们对比了 TIPS 是美国通胀保护国债 也代表了美元的实际的收入率 和金价走势图的对比图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它们是成 副相关的关系 而且 美国的实际的 变化正好水平 影响金价的强行走势 那么在我们 实际率之外 美国的CPI 对金价 有推动的 这个实际上从我们上一个 议题演出出来 实际率 就是等于我们国家的实际收入率 写CPI 那么这个CPI 是在 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 科技网码那么破裂 那次战危机 都对金价 有正相关的关系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家现在都认为快要打上了 如果一旦爆发了战争金价 会怎么走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专门讲过一次 是吧 像中美之间如果开战 会在台海跟南海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呢 是美苏之间可能开战 那么北约东阔 可能引来俄罗斯 出于国家占领安全地的考虑 开战 那么我们这里面找到了911 当天的金价的上涨 这天我很清楚 我在工作 我们中国银行的这个大屏幕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画面 美国的事报中心两座塔楼 黑烟公共们 这一天 金价狂涨了本来起 但是它不是一分钟就涨了起来 它是用了几十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 慢慢涨了起来 所以说一旦爆发战争 对金价无论是在什么地方 都有正面的影响 我们不再从我们以前演讲会所说的内容 我们总而言真的来看 黄金的走势会比较复杂 长期走势由美国的十一律律过来决定 中期走势由通货膨胀 在美元的墙上过来决定 短期走势由风险事件和流动性来决定 那黄金呢 黄金呢 会怎么走 黄金会怎么走 如果没有战争这样的意外事件发生 金价会延续震荡上升的走势 如果有战争这样的情况发生 金价会瞬间爆炸 所以说我们有一次网络预讨会 就建议大家先入一笔钱进来 然后去买 等消息出了买成黄金 这是有一定的道理 好 我们来讲第五个交易品种 那么第五个交易品种呢 是我们的DXY 那么DXY呢 现在主要的影响因素呢 是欧洲央行和美联储他们的货币政策 以现在两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差距来看 美元相对弱势 欧元相对强势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那么 欧洲 欧元指数出现一定反弹 那么在疫苗接受了一个加快 这样啊 那么经济复苏预期使得货币政策转下 那么 三月底以来 欧洲的一些国家跟地区 接受了新冠疫苗的一个注射 但是法国央行表示呢 欧洲央行可能在不到一年时间里面 结束其疫情紧急剧组的进化 这个 会提振欧元 对美元 带来一定的辅助 今天存在两个国家国债利益收入率的一个差额 就是 我们以欧元区最具代表性的德国国债为例 它的收入率是高于美国十年期的这样一个国债 那么 那么同时呢 那么同时呢 欧元区的韧性开始表现出一定的强劲啊 那么 那么 美国减少购买的时间点呢 虽然可能会领先于欧元区啊 但是 美元指数 仍然可能会震荡下行的这样一个局面 我们来看DSY这样一个走势 我们来看 近期走势也比较纠结 以震荡下行为主啊 符合 我们刚才说的 欧若美墙这样一个定论 好我们来看 最后一个交易品种啊 是我们的缘由 缘由我们刚才讲过 最近让人看不懂 为什么看不懂 我们来看缘由 最近比较纠结啊 以3月8号为戒 3月8号之前是强劲的牛市 3月8号 这到从去年的4月21号开始了 是强劲的牛市 3月8号以后 开始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局面 什么原因 造成了 油降 从震荡 变成了这样一个震荡这样一个局面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印度疫情的一个失控啊 那么到5月22号 印度累积的确诊病例达到2629万例 啊 累计死亡是29万5525例啊 那么印度疫情的这样一个恶化 而且印度的这个病毒呢是变异 对现在的辉瑞阿斯利康对他不起作用 势必会拖累 所以世界在疫情之后康复的一个发展 从而影响到石油的需求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说了啊 油降震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伊朗核协议的谈判 如果谈判通过之后 伊朗会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增加200万桶 每天的这样一个规模 那么所以说呢 OPEC和EPEC家也会在疫情之后 维持一个渐进式增产的这样一个结构啊 那么这个情况下 对于会使油降呢 增迁一定的压力 所以我们认为油降下方会怎么走呢 会延续震荡上行的这样一个局面啊 那么在今年年纪之前 可能会走到80美元一桶 但也可能会回到60美元一桶 一桶一桶水平 会在震荡中上 所以说 UKO原油它不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投资品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外汇市场的六大学义品种 下面大家有什么问题 请大家提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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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